不愧是江城最大的阳点 这人还挺多的 可惜了 喂喂 你摇头做什么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搞得跟你很懂话一样 你看得懂话吗 我有让你走吗 你刚才到底什么意思啊 看你这身地摊货 怕是这辈子都没有资格接触这种东西吧 子萱 修得无理 小伙子 我这位孙女就是这样的脾气 从小被父母宠坏的 我这位孙女就是这样的脾气 从小被父母宠坏的 还往海寒呢 爷爷 你跟这个相邦老费什么话呀 他懂屁 看他贼没数眼的样子 说不定就是来偷东西的 小伙子 刚才看你看这幅画石很失望 请问有什么问题 你是觉得 是画技不行啊 还是意境不好 或者这幅画 是艳品 这小子真敢说啊 居然说德仁堂的镇店只宝是艳品 就是啊 这可是五年之前 德仁堂从秋水拍卖会 以九千万高价拍的 还是被无数收藏家认证过的 唐宝虎真机呀 臭小子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艳品 你信不信 立马就会有人以诽谤的名义 你把你带走 我看你今天来德仁堂就没样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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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情后后一共有三百多位收藏家做过鉴定 无一例外 鉴定的结果都是真品 你说它是艳品 那岂不是说所有的收藏家都是吃干饭的咯 这 这些收藏家都是吃干饭的 好 很好 你既然说它是艳品 那你就给我一个值得幸福的理由 如果没有 就不要怪我们不客气了 爷爷 您不能生气 医生说了 您不能情绪波动 跟这个丧巴佬费什么话 看我一脚把这个家伙踢出去 不可伤人 看来这只人的背后的家族并不是那么简单 这丫头可是从小就跟着江南省的那位大人熊 这就下去 也见得想得不死也非啊 怎么可能 女孩子修炼男人的武器看什么 说不定练到后面就变成费人一课 我只提醒这一次 真奇百放 怎么可能 他年纪轻轻的 怎么会有那种境界 这位先生 实在不好意思 是我们太莽撞了 子萱 赶紧起来给这位先生道歉 爷爷 你怎么能向这个香巴佬道歉呢 你什么身份啊 连江超领导见了您都要 给我闭嘴 如果你赶不下这位先生道歉 以后就不是我诸人道的孙女 以后就不是我诸人道的孙女 这可是一位武道宗师 一位可以争气外汪的武道宗师 这种宗师可是画下无数家族都要巴结的存在 万怀和随不得 对不起 若再有下次 我不会再让你有活下去的权利 怎么可能 时间高比这个更厉害的角度 为什么是这样子在齐呀 怎么知道呢 谢谢这位先生高抬贵手 我以后一定严格的管教子萱 这位先生是刘伯 没有事 刚才你说这幅画是赢品 我想知道您从哪里看出来的 如果能跟这位先生交好 那朱家在江城的地位绝对水脚装高 如果想知道这幅画的真假 就拿下来交给我 我证明给你看 好的 没问题 来人哪 先生 还请您不吝辞教 还请您不吝辞教 我的 九千万的画 他直接把九千万的画给撕了 这 这可是当人通了整电池包啊 别打扰先生 快回到你的工作岗位去 二十岁 有没有猫还是个问题 主劳叶子居然叫他 写生这种尊称 你又放大镜看一下上面的字 你就知道了 爷爷 你看到什么 也不知道哪个傻区会拍下这份赢品 兄弟 对不住 多亏了这位先生出手 不然我诸仁德就一直被蒙在鼓里 聊了这么长时间 我还不知道先生高姓大名 我叫叶辰 星辰的辰 今天过来是来买药材的 叶辰 五年前 被京城龙爷灭了满门的京城叶家 叶家废物 也叫叶辰 为什么两个同样名字的人 地位却如此悬殊 一个是江城被无数人踩在脚下的废物 一个却是像你一样 执掌一件 灯淋苍穹的武道宗师 哎 一个却是像你一样 执掌一件 灯淋苍穹的武道宗师 哎 是啊 谁也想 当初都会叶辰回来了 叶先生 您需要哪些药材告诉我 我很快就会送到您的住所 药材呢 你就按单子上的药材准备 越多越好 至于价格 按照市场价格就行 叶先生 这药方上的药有很大毒性啊 药方你不用管 只需要按照清单上的药材给我配就行 明天我亲自来去 爷爷 你是不是太高看这小子了 他虽然有实力 但放眼整个江城 强者不算少 这叶辰又算得了什么 子萱 你的眼界还是太窄了 你知道 我刚才看到了什么吗 你知道 我刚才看到了什么吗 什么 一位宗师的诞生 爷爷 你会不会看错了 他这么年轻 怎么可能是宗师呢 你想错了 他不是宗师 而是比宗师更可怕的存在 去 记住 从今天起 我们朱家要不惜一切代价 拉拢此人 这五年来江城的变化真大 远 可乐 找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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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门还怎么哭 谁派你来的 朱仁德 我真不是故意的 现在整个江城 不管是明面还是暗地里 只要抓到你 就有一百万赏金 我谁也实行都 才跟踪你的 大哥 求求你千万不要杀我 我上有老 下有小啊大哥 求求你千万不要杀我 难道江城已经有人发现 我没有死了 一火车 竟逞那个男人来斩草树干了 如果真是这样 那最恨不过 反正总有一天 我会告诉江城所有人 我一臣 回来 那你知道背后的悬赏人是谁吗 是沈家 沈海华 其他的我真不知道 而且最近几天 我听说沈家 发动的力量越发强大 据说 已经调取了全江城的监控来找你 大哥 就是你饶了我吧大哥 大哥 回去告诉沈海华 要救命 让他亲自来 别搞小 让他亲自来 别搞小 我的命还有一天了 如果一天过后再找不到那位神医 一切都会毁灭 海华 你说 那个夜神医会不会出了江城 不然不可能没消息啊 我已经派人去江城的各个车站路口守着了 按道理说 这个神医不可能离开江城 如果再没有消息 我既然一家医护去搜了 不管怎么样 就是翻遍整个江城 我也要找到这个神医 快说 是不是找到神医了 神总 你伤心了 夜神医让人呆化给你 你快说 快说呀 你要气死我呀 夜神医说 你要活命就别搞成把戏 亲自去找他 没车 马上 夜神医说 你要活命就别搞成把戏 亲自去找他 好好好